弟兄姐妹平安 感谢上帝给我们恩典 说我们这个主日能够继续来 在主日学课程里面学习祂的话语 求上帝预备我们的心 来领受祂的话语 能够帮助我们 在熟连的生命上面 在我们的信心和成长上面 都能够得到很大的造就 主的话是我们熟连的粮食 主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 路上的光 所以我们真的很需要祂 所以我祷告主 愿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 能够重看主的话语 能够很重视 很在意 很爱慕祂的话语 那学习祂话语的人是有福的 那今天我们祷告 愿上帝来赐福这一段时间 是所有一统我们来学习出话语的人 能在祂的话语中蒙福 我们先来做一个祷告 使这个时间来交托给主 我们在天上的父神 感谢你 一天又一天 使你保守我们平安度过 我们感谢你给我们勾用的恩典 每一天给我们 赐给了我们日用的饮食 我们祷告主帮助我们来新考主 坚定我们的信心 能够对主不动摇 你知道我们多么的需要呢 在我们树林道路当中 有很多时候 那些环境发生 问题出现 都是为了帮助我们 来更加的依靠 来新建立 我们祷告主 来加给我们信心 看顾我们 特别是在教会中 有一些弟兄姐妹 他们正在经历一些难处 有些可能是因为 他们工作当中的挣扎 有些可能是 他们丢掉了工作 要寻找新的工作 有些是在家庭当中的 主我 但无论什么样的问题 主你都知道 而且你乐意帮助我们 我们祷告 愿在今天的学习当中 你从你的话语来教导我们 愿主也赦免我们的罪 洗净我们的过犯 使我们的学习 被你悦纳和赐福 我们向主 这样祷告和祈求 都是奉靠主耶稣基督 宝贵的圣民 阿们 那今天呢 我们学习这个诗篇 四十六篇 诗篇的四十六篇 我们打开这一篇的经文 我们一起来把这一篇的经文来读一下 可拉后裔的诗歌 教育林长 调用理音 第一解 神是我们的避难所 是我们的力量 是我们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 所以地随随改变 山随摇动到海心 其中的水随喷轰翻腾 山随因海涨而战斗 我们也不害怕 有一道河 这河的分叉 却使得神欢喜 这城就是至高者 居住的圣所 神在其中 城必不动摇 到天一亮 神必帮助这城 外邦宣扬 列国动摇 神发生 地变融化 万军之耶和华与我们同在 雅各的神 是我们的避难所 希腊 你们来看耶和华的座位 看他实地怎样荒凉 他只吸刀兵 直到地几 他折弓断枪 把战车焚烧在火中 因为要休息 要知道我是神 我必在外邦中必尊处 在遍地上也必尊处 万军之耶和华与我们同在 雅各的神 是我们的避难所 希腊 因为神之后 他的话语 那这一篇诗篇呢 真的是一篇 非常鼓励人心的诗篇 像这篇给 马丁路德 这个宗教改革家 在大风大浪 在逼迫患乱当中 这一篇是他的这个安慰 是他的力量 是他在 这个征战当中得胜的工具 神的话语是我们的这个 一把利剑 神的话语 神的真道 是圣灵的宝剑 所以是基督生活当中 不能没有的 不能没有的这个神的话语 我们知道在这个世界当中 真的是多有苦难 多有苦难 不是说一点两点 是很多很多的苦难 那面对着 许许多多苦难 很多的这种不确定性 在特别是我们生活 在末后的时代 主耶稣很快要来 各种各样的这些 预兆 这种兆头都在应验 像真的不需要太多讲 你看看这个瘟疫 一年 又一年 两年已经过去了 我们还活在其中 什么时候射个头 没有人知道 所以在这个环境当中 充满了很多很多的 不确定性 今天你的生意很好 明天就不知道会怎么样 今天你的工作 你的饭碗不错 明天会如何 这个世界 你看经济这种动荡 突然发生一件事情 可能股票 碰 下跌 很多人买股票 就好像这个最近像 像坐过山车 对吧 一会儿 不错又掉下来 这就是这个末后时代 这个 要发生的事情 像地震 战争的风声 真的是 就发生在我们身边 你看看新闻 现在这个 美国和中国 因为台湾的问题 剑拔弩张 随时可能发生战争 包括像这个美国 英国现在又资助 这个澳洲来造这种核潜艇 给他们造这种核武器的 这种潜艇 所以你发现这个世界 拼命的造武器 很危险很危险的 这警告我们是吧 世界的末了道 万物的结局 所以我们真的知道 那在这个环境当中 对于我们个人来讲 哪里有平安 神 我有他 我有这位主 我有耶稣 是我们的依靠 也是我们的平安 神知道这个世界 充满了苦难 但苦难的根源在哪里 你记住 苦难的根源不是上帝 苦难的根源是 所以 很多人一到苦难 就开始抱怨上帝 有些不幸的说 你用的神在哪里 你用的耶稣在哪里 不是说上帝很慈爱 为什么让世界发生这个瘟疫 其实 我们稍微思考 我们就知道 这个瘟疫不是上帝造成 是什么样 是人造成的 对不对 人的堕落 人的败坏 人的贪心 人的掠夺 人的不满足 有些是吃那些野生 野生的那些动物 都是人的罪所造成的 上帝起初造成一切的时候 神说什么 你读一下《创世纪》第一章 你就知道 神造的都是圣口 对吧 神造是好的 光是好的 空气是好的 植物是好的 天空的这些日月星都是好的 神造人都是好的 唯独当犯罪发生的时候 在出现了痛苦 悲伤 眼泪 杀害 灾难 这个根源在罪这个地方 所以很多时候 当我们痛苦发生的时候 不要抱怨上帝 根源是因为我们的罪 唯有我们悔改 认罪 来到主的面前 主能够给我们真正的安慰 真正的保护 虽然说神允许这些灾难的发生 并不是说 这个好像失控了 好像是神造了之后 因为罪神管理不了这个世界 不是这样子的 是仍然有权柄 掌管管理和控制一些事情 是允许罪的发生 是允许罪所带来的这个结果 好人知道 我们如果不悔改我们的罪 那我们的结局就是灭亡 是非常非常危险的事情 所以不要等到危险来临的时候 我们才去后悔 才去悲伤 可能那个时候就已经太晚了 趁着还有时间 让我们赶快归向这位主 你记住 没有上帝的许可 什么都不会发生 神如果允许这些苦难出现 祂是要让我们知道 祂是避难所 祂是避难所 快跑的来到祂的面前 赶快到主的面前 不管外面的风和浪再打再猛 有耶稣在你的船上 你有平安 有耶稣在你船上 你有安慰 你有安稳 你有去局 你可以不动摇 这是诗人他的一个经历 他对上帝这份认识 他说神是我们的避难所 是我们的力量 上帝是我们的避难所 人很软弱 你知道吗 我相信这个 像我们教会当中 有些年长的肢体 你们知道 这个你们一生经历过来 你会发现 很多时候呢 人呢 很渺小 非常的渺小 在遇到一些困难的时候 束手无策 你没有办法 对不对 你改变不了这个事情 你也改变不了周围所发生的事情 有的时候我们会担心 会怕 会忧虑 神啊 该怎么办 如果 比如有些经历姐妹做生意的 这生意好像 不景气 又做不下去 该怎么办 神啊 我要不要坚持 然后我应该放弃 换一个工作 那有些在工作当中 公司里面做工的 他们想说 哎呀 神啊 你看 我所公司 这个工作这个地方 环境越来越不好 或者跟人之间的关系 也越来越多的问题 我该怎么办 我老板故意吊难你 给很多难题 主啊 我该怎么办 所以很多时候 我们会遇到这些难题 而当我们遇到这些难题的时候 神在提醒我们 到他面前 正是有这些我们人 解决不了的问题 我们才需要依靠神 如果什么都可以解决 什么问题 没问题 什么难题 可以解决 什么样的困难 我可以搞定 什么都可以 那我们就不会来到神的面前 依靠神 会依靠神 依靠自己啊 对不对 我什么都可以做嘛 你给我的难题 我全部都可以做完 对不对 这样的人 他依靠的是什么 自己的智慧 自己的聪明 自己的力量 他不会健康在上帝面前 所以神让我们 允许我们经历一些苦难 面对一些难题 是让我们学会 来到上帝 他的面前 来到这位避难所的面前 在几千年前 挪压的时候 洪水淋到这个世界审判 上帝预备了方舟 这就是避难所 来拯救这些人 挪压一家八户的人 那在默默的时代呢 灾难 是越来越多 越来越大 但今天不要太紧把 有些人我知道 很担心这个疫情 像我自己有这个经历 对不对 江口 你跟你们分享 我也是感染了新冠病毒 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觉得上帝很奇妙的帮助 这种平安 这种确局 而且上帝也给我力量 让我身体能够 跟这个病毒来对抗 感谢主经过 这个十天的这个 恢复 我就健康了 所以弟兄姐妹 我知道特别是 对于稍微年长一点的 我们会更担心 因为这个身体的免疫系统 会比较弱 但我相信你担心是没有用的 你担心是没有用的 对不对 有些人在家里面 也会被感染到 但没有出门 或者很少出门 还是被传到 怎样保护自己 唯独到主的面前来依靠他 真的是 主耶稣给我们的保护 是最好的保护 他自己是最安全的 是最好的 是最有保障的 你记住 不要依靠人的力量 再强壮的人 都有软弱的时候 都有无力的时候 只有来到主的面前 主让我们重新得力 所以当你软弱的时候 你记住 来到主的面前 我们看这个诗篇 四诗篇 二十九节到三十一节 这几节经文 非常好的鼓励 诗篇的这个 伊赛尔书 伊赛尔书这个四十章 二十九节到三十一节 这里说 批乏的 他是能力 软弱的 他加力量 就是少年人 也要批乏困倦 强壮的 也必全然跌倒 但那等候 耶和华的 必从心得力 他们必如鹰 斩翅上腾 他们奔跑 却不困倦 行走 却不疲乏 就连什么 强壮的少年人 都困倦 跌倒的时候 年轻人很强壮 是不是 也有你失败的时候 也有你累的时候 也有你跌倒的时候 所以不要太自信 不要觉得说 我年轻 我身体壮 没有关系 被感染的这些年轻人 就没有遇到危险了吗 有 除了新冠病毒 这个世界很多 你说你年轻 你车壮一下 可以吗 也不可以的 很多灾难面前 人很渺小的 你不要夸口说 我可以 我厉害 我能够 你说主啊 我不能 但是你帮助我 千辈在主的面前 神会给我们力量 其实 我相信每一位信主 在自己的生命当中呢 都经历到 主是我们的力量 主是我们的力量 我记得在我读音读 识学院课程的时候 很多时候会遇到难题 困难 很多时候遇到不明白的 该怎么办 做作业 你知道有些作业啊 我记得我在这个神学院 我读书的时候 很多作业我不明白 特别是我刚刚进入到 神学院的时候 比如说留一些 这个 research paper book review 这些 在神学院的作业 这些就是读书报告啦 或者对书的书评呢 很多这些作业 我不明白 老是让我们读一本书 哇很厚 第一个学习 这个 思路正写的书 哇很厚 很厚 怎么办 哇 那个时候很灰心的 而主啊 真的太难了 要不然 这个学习我做不完 我就回去算了 这个真的是 看得到 自己的力量有限 自己做不到 我们教徒给主 我主啊 如果你要我继续学习的话 你让我能够 在这个学习末的时候 所有的科目都即可 其实是蛮难的 很大的挑战 那个时候 压力也很大 别人学习 读一本书 可能两个小时 三个小时 我的话 可能都要读十个小时 真的是很辛苦 很累 比如说累到 眼睛睁不开 我还记得那时候 我考试的时候呢 整个晚上没有睡觉的 一直在读啊 背啊 记啊 因为 有句话叫 笨鸟先飞吧 可能是真的是太笨了 太那个 很多的都不明白 那只能祷告主了 祝你帮助我 所以主要给我力量 晚上困了就喝咖啡 其实我不是很喜欢 喝咖啡那种 那样的一些性格 但是 没有办法 也太累了 你真的依靠咖啡呢 给自己提提神 所以我发现 这个 一路走过来呢 当我回头看 我知道 这神的手在带领着我 要靠我自己的话 我早放弃了 真的是 第一个学习 很奇妙 上帝让我全部的科目 都及格了 有些还是 做得蛮不错的 做听好的成绩 这些都是上帝的恩典 真的很奇妙的事情 因为硬模 本来就不是很强项 在以前来读神学院之前 我在中国的时候 因为成绩不好 很差的成绩 但是上帝给我恩典 他呼召我要我侍奉的时候 他就一步一步的帮助 每当我软弱的时候 神就给我力量 想想这一路走来 其实也经历过一些 风风浪浪的事情 或者大风大浪 比如说你看 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在几年之前 我也得了这种肺结核T病 也具有一定的传染性 上帝很怜悯我 让我吃了六个月的药 每一天吃 每一天 不是说 这个什么 不能忘的 每一天 吃的时候呢 而且要去到诊所 在这个护士的面前吃 不是说你在家里 自己吃了可能就会忘 对不对 或者有时候忘记吃 他必须要去到诊所 每一天都要去到诊所里面 让护士看着你 把药吃下去 四种抗生素 很强的抗生素 所以吃到我 感觉 那段时间 我 我 侍奉的时候 我站不起来的 你知道吗 我站在讲台上面 一半的时候 一半的时候 我脚痛 我就是 几乎想要坐下来 我真的很辛苦 但是上帝给我帮助 如果不是神的扶持 我看 我早就倒下了 那段时间真的很痛 因为那个药很强嘛 所以整个身体也会变得很虚弱 所以六个月下来 感谢主 这个 医治了 治好了 但是这个是因为这六个月 每天都吃那种很强的药 所以这个身体呢 整个这个免疫系统就很弱 讲道的时候呢 喉咙很容易痛 很容易发炎 所以 这就真的是经历 你知道吗 当弱的时候 实在你给我力量 你让我讲道 你把我护照过来 你让我侍奉你 你不给我力量 我怎么讲 对不对 主啊 你不给我力量 我站都站不起来 我怎么去侍奉 所以主知道我的需要 主也知道我的软弱 所以主很帮助 帮助我走过最艰难的事情 你看感染了一个新冠病毒 很多别人没有 一件事情 为什么临到我身上 为什么 我看我 别人一起独身去 别人都很好 健康 为什么我会被感染 为什么我会有生病 为什么 因为我觉得上帝爱我 上帝给我恩典 上帝让我学会来依靠他 神给我的恩典 更大 就好像你记得吗 耶稣被邀请去到一个 法利塞人家里面吃饭 然后那个 正吃饭的时候 一个女人走进来 这个女人呢 她带着一瓶 蒸拿打香 狗 非常贵重的 然后呢 倒在耶稣基督的脚上面 用头发来擦洗 真的是 非常非常的敬重 这位主 当时这个法利塞人叫西蒙 他看到了就不开心了 他说耶稣 他站在心里面讲 但是耶稣知道 他心里说什么呀 但是如果耶稣是先知的话 耶稣该知道这个女人是罪人 怎么让这个罪人来帮你擦脚呢 但耶稣知道 因为耶稣看透人心的 耶稣说 西蒙 我问你 一个债主 他有两个欠他债 一个欠的多 很多很多 一个欠的很少 你说 当主人赦免他们的时候 哪个更感恩 西蒙说 当然是欠债多 那敢恩 对不对 欠债多的可能欠几百万更多 他们饶恕赦免 这个一笔勾销了 哇 那高兴了 不得的 非常感恩 同样耶稣说 是 我到你家里的时候 你没有用水 给我洗手洗脚 当时这是个最基本的礼貌 这行为都没有 但耶稣说什么 这个女人 用香膏来膏我 用眼泪洗我的脚 用头发来擦我的脚 所以真的是 看到 这位主 对罪人这份爱 健康的人 不需要医生 有病的人才需要 所以这有点为真的是 越多的苦难 里面越多的恩典 像约伯 圣经上有哪个 是那仆人 不经历苦难的 不管是约伯 是大卫 是约瑟 是摩西 还是这个保罗 还是各种 圣经里面这些神的仆人 都在苦难当中 包括像彼得 都是在苦难当中 经历到上帝赐给他们的恩典 因为神是我们在患难当中 随时的帮助 随时的帮助 有时候在患难中 比如说生病的时候 失业的时候 遇到难题的时候 伤心难过的时候 谁可以帮忙 谁可以帮你 我记得有一次我在 生病的时候吧 其实我特别害怕生病 为什么呢 我感觉生病的时候 特别是我 因为我在这个 以前在中国的时候 也是长时间都是在外地 就是其他的省和市 现在到新加坡 特别在我结婚之前吧 就是很孤单的 别人都在忙自己的事情 就是你又发烧又累 又不舒服 也没有人可以照顾你 所以 特别需要这位主 特别需要主 靠人 有些时候 你要看人愿不愿意帮你 对不对 不是每一个人都愿意帮你 有些人他愿意帮你 但你要看他有没有时间 对吧 有些人他有时间 有些人他没有时间帮你 他想帮你 他没有时间帮 所以但这位主呢 我很感恩 他是什么呢 他是我们随时的帮助 任何时间 任何地点 当你需要的时候 他都能够来帮助你 真的是很大的安慰 这也是我一直以来 在主的恩典当中 所得到的这份鼓励 主是我随时的帮助 依靠他 我不至于跌倒 你发现这个诗人呢 有几种重大的一些事情 他说 所以地随改变 山随摇动到海星 其中的水 喷轰翻腾 山随阴海 战而战斗 你发现呢 诗人呢 用几种最可怕的一种事情 地动山摇 江建宇你知道 地震 这种可怕程度 远远超过我们想象的 我们没有多少人 经历过地震 可能不了解 有些他们经历过地震 他们知道 地震 特别是用大地震 地动山摇 不管你是谁 不管你住在什么地方 当地震的时候 什么都不是 真的什么都不是 我认识一个姐妹 她是唐山的 她也是 因为唐山在 这个一九 应该是七几年的时候 发生了很大的场地震 很多人 三十多万至少 在这场地震当中死了 这很大的灾难 你知道吗 地震 海啸 山洞 这种都是 这种高山 这种窑洞 这种大的灾难面前 我们也不害怕 那个施政第三节 最后一句话说 我们不害怕 不管是地动山摇 地震海啸 山都动了 海都动了 不怕 不用怕 为什么 因为在任何环境当中 神是我们的依靠 就算经过死因的幽谷 也不怕遭海 因为他的杖 他的肝 都安慰我 这样说吧 基督徒在死亡面前 有的不是惧怕 是安慰 因为我们知道 死亡对基督徒来讲呢 他是进入新生命的 一扇大门 当我们跨过死亡 这个大门之后呢 我们看到的是 耶稣基督 伸开双臂来欢迎我们 回家 对吧 天上好多 无比保罗所说的 保罗说什么呀 他说将来是 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 对吧 他相比 他宁愿去到天上去 但是呢 在地上 他的使命和工作 所以神 还继续 把他留在地上来做工 所以弟兄姐妹 当你对主 有这个认识 有这个信心 不管再大的灾难 你知道 这位上帝 是你的依靠 这位主 是你的支柱 是你的鼓励 是你的力量 也是你的安慰 所以神是我们的依靠 神使我们 得拯救 第四节处 有一道河 这河的分叉 是神的诚欢喜 这诚就是至高者居住的圣所 神在其中 臣必不动摇 所以记住 神使依靠 不管患难多大 我们都能得救 有一道河 这河的分叉 是神的诚欢喜 神的居住 就好像一座圣城当中 神的居所在其中 有一道活水的江河 你知道在古代的时候呢 这个城最害怕被围困 当围困的时候呢 弟兄姐妹 有一个地方很重要 是什么 就是这个城中呢 如果有水 他就不怕 如果城中有一条溪水 河水 他们就不怕 当这里面提到说什么呢 在耶路撒冷有活泉 使他受为控制 不至缺少了水 那我们的神 就是我们活水的泉源 我们的主 就是我们活水的泉源 主耶稣说 信我的人 就经上所说 从他腹中 要流出活水的江河 在约翰福音7章的38节 这个在约翰福音4章 同样又提醒我 耶稣说 我所赐的水 要在他里头成为泉源 只用到永生 这一组是我们的活水 这个活水啊 是取之不尽 用之不竭 永远不会缺乏的 地上这个泉水呢 它流到一定程度呢 可能就会干了 但是基督的活泉 永远不会干涸 永远不会干涸 这当人心里面 有基督在心里 然后你生命就有活权 你不怕被围困 你不怕灾难 神 有神居住的所在 神的圣所 有耶和华在其中 哇 这是我们 极大的鼓励 如果神在这个城里面 那这个城是安全的 那在新约呢 神告诉我们说 这个我们的身体是 圣灵的殿 我们的身体是圣灵的殿 上帝的殿 什么意思呢 就是上帝居住在其中 对吧 旧约这个圣殿 我们知道 神说什么 是上帝所选择居住的所在 那新约呢 旧约他们有这种圣殿 会呢 在新约呢 没有 新约呢 是住在人心里面 不是住在我们教堂 盖的教堂的建筑物 不是 新约住在的是人心 因为神说什么 我们的身体 就是圣灵的点 如果上帝住在 我们的身体里面 有什么好怕的呢 对吧 再大的困难 再大的苦难 有这位神 会帮助我们克服 帮助我们得胜 所以你记住 有神在其中 神 必不动摇 关键 要有神在 这是最重要的 如果上帝居住在我们里面 不要怕 不要担心 更不要怀疑 这位神 居住在我们里面 我觉得真的是 没有任何可以 动摇我们 没有任何可以 使我们 失败的 因为这位上帝 他与我们同在 所以除此 我们的惊怕 不要太过于担心 遇到问题的时候 你交头给住 信靠他 不但要信 也要靠 到天一亮 神必帮助这场 天一亮 说明什么 有天黑 天黑在这个地方 是指的是什么 就是 苦难就好像黑暗的日子 是用黑暗来形容那些痛苦 灾难 那些难过的日子和时候 但很快就会过去 因为神要赐给我们光明 我知道有些时候 神会允许一些弟兄姐妹 遭遇一些疾病 我们会说 主啊 什么时候是个头 什么时候 我能够看见光 我想鼓励弟兄姐 不要灰心 不要灰心 当约伯经历 那么多苦难的时候 上帝难道 没有把他救出来吗 我再说一句 如果 上帝 让我们 经历苦难 甚至这个苦难 到达到一定程度 把我们的病命夺出来 你比如说像 癌症 或者像 除了癌症之外 有很多非常严重的疾病 像这种心脏病 这种 严重的 严重的 这种糖尿病 包括 这个 新冠病毒 真的 如果到时候 这些病的会夺走我们的生命 夺走我们肉身的生命 我们是不是 我们是不是 就怕到一种程度 就怀疑住 或者说 就没有力量 在侍奉 没有力量 没有信心 在信靠中 我劝你们 不要这样 一个真正的信仰 我一直鼓励弟兄姐妹 真金 不怕火炼 真信心 也不怕考验 像这个 戴伊利的三个朋友 沙德拉 弥撒 亚白尼格 当他们 面对 这个 尼布加尼撒 就是这个巴比伦王 他见了一个大的镜像 他所有人都要拜 你不拜的话 把你们扔到这个烈火药里面 这三用诗说什么 他说巴比伦王 你要知道 我们 断不拜 我们不要敬拜 你所立的镜像 就算你把我们扔到烈火药当中 神能够救我们 这更重要是 后面他说这一句 他说什么 他说 激活不燃 我们也不拜你的镜像 这个信心呢 真的是我们所需要的信心 你知道吗 很多时候 我们太过于惊讶 就是这三个勇士呢 从烈火药当中 平安出来 其实 更让我们惊讶的 真正让我们震惊的 应该是什么呢 是他进入火药之前 这个信心 因为他的信心呢 比火药里面的火焰 更加的旺盛 他说 即使上帝不救我们出来 我们也不拜你的镜像 我们也不怀疑 这位上帝的真实 这个是我们需要有的信心 弟兄姐妹 求神 将这样的信心 放在我们里面 你记住 黑夜再生 都会有黎明的到来 不管这个夜再生 黎明就在这个隧道的尽头 不管这个苦难太重 不管这个疾病 再痛苦 上帝都为我们预备了 前面黎明的光 已经照亮在我们心里面 所以就上帝坚定我们 外邦宣扰 列国动摇 神发生 地变融化 不管这个 这个列国列邦 他们如何的 争闹 如何的 顺势他们的这种 军队 他们多么了不起 他们的武器 就像世界这种超级大国 像美国是 最大的超级大国 又能如何 将来有一天 上帝来的时候 在上帝面前 一无所有 就像以前的这种 一代一无一代 巴比伦 马代波斯 希腊 罗马 这一代又一代的 这个帝国 到最后 不是全部被消灭吗 神 他一发生 地变融化 神一句话 列国都要颤抖 神说的话呢 这句带有权柄 每一句带有权柄 没有人可以 胜过他的话语 所以依靠神的话语 我们就得力了 有万君之耶和华 与我们同在 要割的身 施我们的避难所 这是很坚定的 一个鼓励 又深于我们同在 万君之耶和华 是宇宙最强的军队 这个世界好像 每一个国家 拼命建造军队 但这些军队 在上帝的军队面前 不堪一击 没有一个军队 能够站立在上帝面前 但我们祷告主 让我们打开 我们鼠人的眼睛 看见 问题是我们有没有看见 那个神的军队 神的能力 神的权柄 神的国度 像在那个 先知与丽莎的时代 发生了一些大事 还有我们看一节经文 在猎王迹象 六章的十七节 猎王迹象 第六章 我们可以从第十五节看 十五节 十六到十七节 一直读到这个十八节 我们 十五到十八 那第十五节 神人的仆人 倾倒起来出去 看见车马 军兵 唯空了城 仆人对神人说 哀哉我主啊 我们怎样行才好呢 神人说 不要惊怕 与我们同在的 比与他们同在的更多 丽莉莎祷告说 耶和华 请你开着少年人的眼目 使他能看见 耶和华 开他的眼目 他就看见 满山有火车火马 围绕以丽莎 敌人向到 以丽莎那里 以丽莎祷告 耶和华说 求你 是这些人的眼目昏迷 耶和华就照 丽莎的话 使他们的眼目昏迷 这是什么时候呢 是这个伊亚兰人呢 带着军队 围困了先知 伊丽莎 想要消灭这个先知 结果呢 这个先知没有怕 但是他的仆人害怕了 这个仆人说 哎怎么办呢 我们不包围了 这个先知 伊丽莎说 不要惧怕 不用怕 与我们同在的 比与他们同在的 更多 对吧 但他的仆人没有看到 所以伊丽莎祷告 他说什么 他神啊 耶和华 求你开着少年人的眼目 使他能看见 神垂听他的祷告 耶和华 开他的眼目 他就看见 满山火车火马 围绕伊丽莎 对吧 有句话说 这个 螳螂捕蝉 黄雀在后 你看那个 亚兰那个大军呢 包围在这个伊丽莎 亚兰不知道 后面还有什么呀 万军之烟华的军队 火车火马 包围的所有这些 亚兰军队 对不对 所以听见很多时候 上帝开我们的眼目 让我们看到 与我们同在 比与他们同在的 更多 那这个惧怕就会 自动的消失 里面呢 神一定会帮助我们 渡过难关 要记住 就好像保罗在这个 罗马书八章三十一节 他说神若帮助我们 谁能抵挡呢 真的是 神如果帮助我们 谁能抵挡 不要怕 最重要的是什么呢 有神帮助你 这是最重要的事情 那在最后三节 八节到十一节 他说你们来看 耶和华的座位 看他是地 怎样荒 看看神的座位 真的是 弟兄姐妹 很多时候我们需要 把眼睛看看 耶稣 看看神的座位 看看神过去 怎样 大能的形式 在我们生命 一步一步引导 带领我们 他会增加我们的信心 他指吸刀兵 直到地底 他折弓断枪 把战车 分烧在火中 你看这些 军队 这些武器 在上帝面前 完全都不能够站立 而这些 当主来的时候呢 他要赐下 真正的和平 他要停止 一切的战争 折弓断枪 一切武器都失效 到时候 神的一句话 胜过千万的核弹 这些核武器 根本不能够 在神的面前 站立得主 一切都要 被这一组消灭 第十节非常鼓励我们 你们要休息 要知道 我是神 我必在列邦 外邦中被尊崇 在遍地上 也被尊崇 你们要休息 要安静 要交托 要信口 不要惊慌之后 好像怕得不得了 安静 安静下来 交托给他 你看耶和华 为你成就大事 这叫信心 过于惊慌 很多时候 是没有信心的原因 因为没有信靠这位主 没有真正依靠他 相信他 这位一定可以帮助我们 度过难关 一定可以帮我们 胜过仇敌 一定可以帮助我们 得胜的力量 去跨越我们的失败 所以记住他 这位神 他是大能者 宇宙的主宰 信靠他 有万宗之耶和华 与我们同在 有雅各的神 是我们的避难所 他是守约 是慈爱的神 几七年前 他在以色列当中 他是这样一位 大能的神 到今天 他没有本 没有变 这位主 昨日 今日 一直到永远 是不改变的 我们感谢上帝 我们有这样一位主 作为我们生命的主 愿我们通过 他的话语 来坚定 对他的信靠 那我们今天 学习到这个地方 我们做个祷告来结束 塞的天父 我们谢谢你 将耶稣给我们 没有比这个 更好的礼物 求主 也借着这位主 和他的话 能够坚定我们 使我们在属灵上面 能够更加的成长 和成熟 在面对灾难 困难 难处 和问题的时候 让我们知道 有这位主 与我们同在 我们一定可以跨过去 就像你的话 一所提醒的 你们要安静 要知道 我是神 多少时候 我们忽略这种 重要的真理 求神了数 帮助我们来 坚定的心靠住 特别是在这 年尾圣诞节的时期 帮助我们更好 来侍奉 和见证 也为主 传福音 谢谢主的恩典 我们 为你 为这一切 你所工作 你所做的 都献上感恩 我们这样的祷告 都是奉靠主 耶稣基督 宝贵的生命 阿们 愿上天祝福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